掌声有请林语辉警官 大家好 林警官您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我叫林语辉 来自山东省公安厅刑事侦察局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 欢迎您 当时林警官的这个技能 让我们所有人叹为观众 实际上是警察在办案当中 会面对的一种日常情况 而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升级挑战 设定为警方办案的时候 遇到的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嫌疑人的相貌会发生改变 追寻一个凶犯十几年 但是他犯案的时候 可能是个年轻小伙子 十几岁 十几年后他可能三十多了 甚至四十了 这个人的长相他变了没有 他还是不是当年的那张脸 所以今天我们的升级挑战 就是跟时间有关 接下来请上挑战道具 挑战规则 现场三十个机器人的屏幕上 各显示一张六岁女童的头像 由三位评委随机挑出一幅头像 进行模糊处理 挑战者要依照模糊头像 在十分钟内 绘制出这位六岁女童的画像 和她长大后二十多岁的画像 依照该画像 然后在三十位挑战助理中 找到主人 挑战者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要在三十个成长的少女当中 选出来那一位 真是很不容易的 好 掌声有请林警官 进入挑战等待区 点照 接下来有请技术员 把这三十个机器人的面孔 换成三十个六岁孩子的照片 好 三位评委 请到前面来 选择一个 像这种长得特别那个 有的可能你现在看上去 特征不明显 但是它也许特征放大的 特别成功到了二十岁左右 二十年这个人 变成一个成年了的样子 这个就是男上加男 很好看 我才能很明显 又比较 又比较端正 但是又比较普通 选定了吧 选定了 那接下来 我就要请我们的技术员 将这一张照片 经过技术处理之后 交给现场的林警官 您先适应一下 我们现场的光线 现在摘下来 眼睛会有点刺眼 对 哦 可以了 好 林警官 升级挑战 开始 总决赛 总决赛 比上一次的这个出赛 升级了 而且难度相当的高 这是我没有想象到的 我要提醒林警官一下 十分钟 你时间压缩了 只有十分钟 还看一张模糊的照片 那是很不容易的 小时候照片 再打马赛科 再画 那是不可能的 这给了我十分钟的时间 首先要把那个 模糊图像的容貌 要画下来 再五分钟呢 有二十岁左右的 这种个证 把它画出来 所以这十分钟呢 应该讲还是比较苛刻的 一般人绘制一副头像 速写的时间是十分钟 而林语慧十分钟内 不但要还原出 六岁孩子的照片 还要模拟画出 孩子长大到二十多岁后的形象 只在时间上 已经是超出极限 真的能够挑战成功吗 三手模特呢 是从六岁 跨度到二十岁 这个年限很长 经过这几十年的发育 它的容貌 会有较大的一些变化 这是对这次挑战当中 非常难的地方 依照模糊人像 模拟画出人物相貌 已经是挑战不可能了 还要模拟画出 人像十几年后的模样 这在常人眼里 是根本不可能的挑战 对于绘画过 七万多张人像基础的 林语慧来说 也是个极大的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们的计时已经过去了 好了 可以了 您的画像已经基本完成了 我看可能就剩一些细节 对 来 我们可以让大家也看一下 凭借这样的画像 您觉得现在已经可以 从人群中锁定目标了吗 可以了 对 可以了吗 基本特征有了 好的 那这样 您再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再请挑战助理 为您戴上眼罩 我们将三十位辨认目标请上台 好 来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拿上眼罩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 我们三十位 有带林警官来进行辨认的 刚才那三十张六岁孩子的 照片的主人 有请他们到台上 我们给他们选择了一模一样的衣服 发型 包括脸上的妆 都是由我们的化妆师统一来进行化妆 接下来我们请三位评委随机把号码牌打乱 三十位随机抽取 我们现在三十位 确认目标都已经准备好了 林警官 我来为您摘下耳机 摘掉眼罩 现在三十位 现在三十位 目标人都已经在台上站好了 用即使电脑的技术 我们都有很大的困难 他已经挑战到极限的极限了 挑战者林警官 现在开始辨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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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清晰的儿时照片 却要在三十位身高体态相似 穿着妆容一模一样的挑战助理中 找到六岁人像的主人 林雨晖真的能完成这样的挑战吗 所以这个跨度很大 经过这几十年的发育 它的容貌会有较大的一些变化 这是对这次挑战当中非常难的地方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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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号 二十七 十二号 十九号先回去 那我们也选着了 我找到了 五号去关了 那我们也选着了 他没选到 是吗 不是 你这么厉害 是你猜得了 二十七号请过来 十一号 二十五号 五号先回去 二十五 我认为二十年是那个 对 二五 二七 二 二十七号先回去 我的二十七号 我觉得是这个 二十七 就是现在回去的这个 挑战已经进行了二十分钟 林雨晖还在来回筛选对比 努力发掘他们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异 十七号请过来 十号请过来 十七和十号先回去 十一号 十七号 二号过来 很难了 对 这是没有处理之前 这是处理之后 你说他根据这个画像 他怎么可能 现在呢 在厂的三十位模特呢 都是经过了化妆 而且这个发型呢 还都一样 在于呢 里面呢 也不排除整个型啊 这是对这次挑战当中啊 是又一个非常难的地方 六岁到二十岁 十几年的时间跨度 也不能保证没有人为的修复或再早 就要依照一张六岁的模糊照片 找到照片主人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挑战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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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 这扫 Georgia 那些东西 应该怎么在那儿 那么不放在一起 长夜 这扫子 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我是最紧张的时候 也出汗 可是对我压力很大 自己内心非常的着急 就怕找错了 17号 24号回去 12号请回去 6号回去 19号站到这儿来 林宇辉在三位挑战助理间 进行了长时间的比较和分析 努力判断6岁女孩长大后 可能发生的变化 而真实目标人物 是否就在这三位之中 5号进回去 看起来都差不多 我压力很大 自己内心非常的着急 就怕找错了 19号请回去 19号请回去 你再回来吧 回来 你再回来吧 回来 只有自照片 可以突然叫回的19号 和台上的20号 林宇辉还在不断对比 努力发掘 他们间的细微差异 真实目标人物 究竟是谁呢 20号请回去 20号请回去 好了 我现在有答案了 我确定是19号 就是今天要找的这个小号 林警官 因为今天这个挑战非常特殊的在于 不像之前 我们是知道是谁 但今天这个挑战 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不知道正确答案是谁 所以目前您选择的19号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答案 所以我没法告诉您 挑战是成功还是失败 我得去确认一下 好的 好吧 是你吗 成功 正确答案就是19号这位姑娘 哇 厉害厉害 谢谢 太棒了 谢谢我们身后的30位 谢谢你们的帮忙和支持 谢谢大家的配合 谢谢你们 19号 那个姑娘 她是哪一点让您最后确认 这个姑娘就是那张照片的小姑娘 首先要抓她的几个基本点 虽然她成长过程有十几年 但是她的基本的这个骨骼 不会有较大的变化 她的肌肉或者胖一点 或者瘦一点 这个模拟画像呢 她的经典呢就是刻骨巡人 刻骨 就是骨骼 骨骼 刻骨巡人 对 来找 所以说呢 万变不离其宗 你再怎么变 她的基本特征是不会变的 其实林警官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为什么还在这样的勇敢的 不断的不懈的在挑战 我离退休年龄也比较快了 但是在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呢 没有什么退休这种说法 退而不休 退而不休 我对这项工作呢 我还是非常的 我这一生 执着地要把它做下去 要把它画像 我觉得也值了 现在在山东警察学院 兼职教授 现在也在给学员学生 讲一些模拟画像 在形式侦察当中的一些应用 希望更多年轻人得到您的真传 对 对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您的推荐人 李昌宇博士 为您翻发挑战梦克第二季 奖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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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博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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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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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好 再次恭喜你 谢谢 谢谢 李博士 实际上要说投票的 我想不是投给我个人的 因为在我们警察这个战线上 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做技术的人 他们都在默默无闻 他们做的工作比我还要多 他们付出的还要大 正是因为有这些技术人员的这些警察 保卫了我们国家 我们的社会的一方平安 我想大家投票 实际上是给我们的行政技术人员投票 是一个相当高的票 相当高的票 林警官拿到了一百九十票 再次把掌声送给林警官 给全国公安战线的民警 还有那些可能此时此刻 仍然还在加班加点的民警们 拜个年 祝他们新年 平安 幸福 有请林警官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只能画像 更是人民警官 为平安中国的承诺和努力 祝贺林雨晖进入荣誉殿堂 祝贺林雨晖进入荣誉殿堂 祝贺林雨晖进入荣誉殿堂